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第二間了 這間也很難找的 而且這間房子也很麻煩 應該沒有人知道 叫做假食大牌牌 它就是在台山牌坊那邊 大家再去查明一下 這個地方很隱蔽 但這個特色就是有一個清湯陽牌 明天是冬天才有的 它這裡還有一些很出名的 譬如想得絕絕雨 我們始不已前就馬上去寫 看看它的清湯陽牌是否好吃 走吧 走吧 大家看看 我們今天有這個 得絕絕雨 和以後何介紹 這個就是它們餐廳裡面的花腸 本地腸 還有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清華 看看那些材料都可以 清湯陽腩煲 它裡面放了很多材料去熬 但是跟外面的材料有點不同 我先試一下 這個羊湯 旁明天外面有些人 外面有些羊湯 你感覺到很重的味道 但是它這個呢 是清甜的 有些甜味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這些 海山 像馬蹄等等 所以它的湯是特別甜的 還有呢 藥材的關係 所以它的湯是特別正氣的 什麼正氣呢 不知道 我們說一般的羊腩鍋 它是醋 是醋底 現在很多都市人 其實你本身吃的已經是醋了 很容易太醋 流鼻血 等等 底部是特別正氣的 我們試試它的羊 看它的羊 看它是嫩不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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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是嫩 很酷 酥味不太好 第二 它的羊在這個湯裡面 是有些甜味出來的 而且它的魚鰓 我覺得是比較軟 軟 硬的 我先試一下 我覺得它現在正 我剛剛吃完這些皮 我覺得它的魚鰓是很適合的 它已經是軟了 但又沒有軟 我覺得它們是可以吃得來試一下 特色的 信德絕絕魚 我們馬上試一下 信德是吃魚 大家最出名的 它們最特別的就是加薑鮮和辣椒 一起 一起蘸來吃 記得吃這個絕絕魚 一定要找個樓梯 真的 很快煮 通常煮絕絕魚 不用太久 真的不太久 因為它 第一 它薄 第二 它新鮮 很鮮甜 我說真的 魚加羊 鮮子 但是它的魚肉質地是很滑 因為它不是爽口 但是它的魚肉質地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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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再加一點薑絲 它這樣咬起來吃 都好吃 有些蔥口味的人士來吃 蔥口味的人士來吃 或者蔥口味的人士來吃 都是家裡的 兩個來吃都很適合 我們待會再煮這個粉腸 因為粉腸要煮久一點 我們待會再煮完之後 就跟大家說好 好吃 真的 煮了很久 粉腸真的要煮久一點 煮軟了才好吃 我的粉腸中間 是乾了是不是夠滑 我試一下 它的粉腸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感覺是 吃得出來吃得很乾 它這邊的粉腸 我只是推介 我可惜的是 我們今天吃不到它的腸粉 哎 真是浪費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吃到 記得下面留言 跟我們說 我沒有吃過腸頭 夠不夠嫩 剛剛 我剛剛覺得吃藥在拿著什麼 真的拿著啤酒 真的 我都說 吃了大排檔 喝了啤酒 真的少了很多 不過我們說 我們現在這個羊腩堡 你多炆一會 味道是更加好 真的 再加上魚 你多加幾滴魚 那個鮮味 真的看了出來 真的 不過老實說 我們這家家庭大排檔 其他東西我們吃不了 因為看到我們也吃不了 我們目前吃過的 魚和羊腩湯 我們都覺得是OK的 其他東西我沒有吃 就留給你跟我說 還有 你多大排檔吃東西 就不要留意你 說真的 吃味道 吃氛圍而已 自己吃得開心 OK